5月13日下午,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在京正式发布了首部以家庭与健康为主题的公益歌曲MV 《我们一起回家》 据悉,这首歌历经三年多时间打磨 汪震震、刘欣、阿宝、蒋梦杰、林妙可、徐海鑫等爱心现场 发布会当天,林妙可和徐海鑫亲自来支持新歌发布 当看完整部MV后,两人更是触景深情,纷纷落泪 再给她一点就里面掌声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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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是以后肯定还会有和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特别爱 女孩子真是感性的动物 谈起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无法hold住了 话说许久未见临妙客 原来她是因为在上高二课也比较忙 就读音乐附中的她学的是美声 说来就来 现场就给记者们唱了一段 真是相当有水准了 而另一位歌手许海鑫这次亮相 真是受到几乎快要认不出了 被问到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时 她表示正在筹备新专辑 六月份开始会 开始发我新的一张专辑的歌 然后会一首一首跟大家见面 让专辑会有自己的创作在里面了 也会让刘环老师给意见 等歌发了之后 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发给刘老师 然后我希望她能够在接下来的歌里面 给我更多的建议和能够帮助我做得更好 先祝贺她专辑大麦了 5月15日是第23个国际家庭日 这首MV也是为了劝远 在他乡的游子可以常回家看看 不说了 小编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去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